因为新冠疫情影响而延后举办的 阳光新女性就是爱运动的乐活趣味运动会 5号的上午是在中华国小盛大的举办 600多位来自不同社区的妇女朋友 组成了30支的队伍来参赛 从运动员进场就展现了各小队的热情和创意 展现出不输年轻人的精神 华联市妇女会5日在华联市中华国小学生活动中心 盛大举行阳光新女性就是爱运动乐活趣味运动会 600多位来自各里面社区的婆婆妈 组成30支的参赛队伍 展现因为疫情影响而出备已久的活力 4月份应该要办的运动会 我们年到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当下 在4月份办理我们的趣味运动上 有没有等很久啊 有 有 谢谢各位姐妹的参议 其实在华联市妇女会来讲 我们都是常常在关心我们的社区妇女 我也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姐妹 能够发挥你们的爱心 安全第一不要跌倒了 那我们把我们的精神发挥出来 团队精神最重要是团队精神 希望我们各位姐妹发挥你们团队精神 展现你们团队的力量 把我们今天争取到第一名好不好 好 每一年啊 这个我们妇女会在办运动会的时候精彩可齐 每一年我们的进场就像芷芳讲的 都非常的让人耳目一新 眼睛一亮 那个眼珠子快掉下来 因为不敢闭眼睛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太棒太用心太精彩了 对不对 感谢一掌声好不好 从运动员进场开始 妇女姐妹就精心创意打扮 各自大喊对呼 展现不雅于年轻人的气势与运动精神 现场还有富有权益宣导摊位等 执判透过活动 让姐妹们锻炼身体体验团队合作精神 交流分享并增进彼此友谊 记得讲方言华联市报导